当时没想这么多吧 他死活不承认 然后证据翻在他面前 他就承认 然后我翻了 那个女的朋友圈 然后看见他们一起 旅游的照片什么的 我们一起出去耍别人 发的朋友圈一群的呢 这个反正 很多年前的事了啊 至少有两年以前是吧 对对对 姑娘 所以我特好奇 那个时候时间很短嘛 刚交往嘛 你发现不对就快跑嘛 你怎么还留下来了 你能清晰地告诉大家吗 就他哄我呀 给我献殷勤什么的 不是 他用了什么方式 他献殷勤最催泪的 或者最能软化你的 是哪一部分 你能给我们举个例子 就我特别好 对我特别好 然后说什么花言巧语的 然后我奔马就相信了 相信了 对 那是你发自内心说的 还是花言巧语啊 没有骗他 但就是确实是 跟一堆人出去玩 是吧 本来就是 没有特定的异性对象 出去玩的 对吧 没有没有没有 只是不想带着他一起玩 对啊 是这意思吗 是这意思 那你回答我 为什么不愿意带着他一起玩 既然是你的女朋友 因为他特小气啊 跟我的朋友都特合不来 这种感觉 就玩不到一起是吧 就是他进不了你那朋友圈 是这意思吗 就是那 那你那些朋友知道 你有这么一个女朋友吗 说实话 不知道 那为什么不能让大家知道呢 因为那个时候 我刚跟我的前女友分手 才跟她交往没多久 这是她的这个理由和解释 这是在学校里头是吧 对 然后后面毕业了 她的脾气就越来越暴躁了 然后有些时候 因为一些小事 都要动手什么的 动过手吗 动过啊 就有一次 我不是上班的时候 玩手机吗 就主管跟她说 我玩手机 我觉得老板不再没什么嘛 她就特别激动 跟我下班的时候 在大马路上面 然后过人心道的时候 就很激动 然后就对我动了手 就打了我一发掌 公司的制度不能耍手机嘛 上班 然后她坐的位置 就跟经理背靠背腊的感觉 她耍手机 然后我跟她说了几次 然后主管找我说了 然后我跟她说了 喊她不要耍手机 根本不听我的 主管为什么找你说呢 因为我跟主管认识 然后呢 然后根本不听了 继续耍呀 然后下班之后 我跟她说这个事情 说得很着急嘛 两个人 然后我就失手打了她一下 道了歉了吗 这件事 她后面还手 把我的眼睛都抓破相了 然后我们就 盖住了 不能让你随便打 就没去公司上班了 然后就辞职了吧 两个都没去上班了 对 然后我们两个人在家里 就经常因为一些小事嘛 讨价 然后有的时候 我不是家里面养了两只猫嘛 我特别喜欢猫 然后有一次 她看不惯我的猫 就扔我的猫嘛 就一把扔在墙上去 那种特别过分 我打她猫是因为 房子里面有五个人嘛 合住的 她的猫挺烦 经常跑到别人的房间 床上去 跳过来跳过去的 别人都跑来 因为是我的朋友嘛 都跑来向我倾诉 这些东西 后来呢 后来就是我们两个 住在一起嘛 就经常一些小事都要吵 然后她就回家 考公务员去了 然后我就一个人在成都啊 就开始了一定恋啊 回家之后消停了吗 感觉生活平静了很多 你觉得呢 我觉得她还是那个样子 然后有一次就 跟她开视频嘛 她跟她朋友出去玩了 她就死活还是不接 然后后面接了 跟我说什么 在吃饭什么的 然后我想看一下 跟谁在一起嘛 然后她不给我看 然后我就跟她朋友打 然后她朋友接了过后 就看见有两个女的嘛 然后她就在那里 一直骂我神经病 很正常 我跟她接了视频 我说跟朋友在一起 吃饱好久 然后她去一直 找我朋友接视频 骚扰我朋友 我朋友没有罚了 然后就接了 接了给她说 跟谁在一起啊 然后本来就是我朋友的 两个朋友在一起 我们吃饭去打麻将就走 四个人约着打麻将 你也见到那俩姑娘了 对 但是你心里 怎么想这件事呢 我就不相信她呀 然后我觉得很没有安全感 那你们这异地恋 这都不消停啊 就我想分手啊 她不分啊 然后今年过年的时候 我去她家里嘛 最后一天要走的时候 要回成都的时候 就她让我收拾客厅嘛 然后台机下面 我没有扫到嘛 她就骂我 然后我们两个就吵了钱嘛 然后我说我凭什么给你收拾啊 我又不是你的保姆 然后她就扯我 然后把我的大衣都扯烂了